有着迷人小眼睛的Rain在去年娶了一人金泰西 相比宋慧桥的婚礼 两人的婚礼也是十分低调 甚至也剪到连Rain的西装都是之前穿过的 整场婚礼下来仅仅花费了一万二人民币 这是Rain修来的好福气 娶了一个懂得持家过日子的金泰西 婚后没多久 金泰西就生下了女儿 升级到爸爸的Rain也变成了女儿奴 一家三口简直是现实版的浪漫韩剧 很便宜 在韩国金泰西和Rain都是老艺人了 金泰西曾主演的《天国的阶梯》 和Rain主演的《浪漫漫物》 都成为了经典的韩剧 两人虽然拿了无数的奖 可私底下的性格是十分低调的 这一点和宋慧桥宋重鸡还蛮相似的 都观赏们过自己的小日子 7月23日 Rain从韩国飞往香港 召开了2018 Rain Just For You 亚洲巡演记者会来到中国后 粉丝们是相当的热情 机场街机的人也是人山人海 结婚的男人魅力依旧那么大 当日活动Rain还准备了50分三文字和饮品 套上了特别定制的RAIN咖啡杯套 对粉丝也是很热情了 这一次的造势也是为了下月18号 亚洲巡演香港见面会做准备 见面会上粉丝为Rain准备了生日礼物 由这个小男孩带粉丝赠送 然而看到孩子后 与大人被有些失控的小男孩吸引 当场表演熟练的 奶爸单手抱娃 礼物都顾不到了 见面会结束后 Rain现身香港街头 每次去到香港Rain必定要吃的鸡蛋再喝奶茶 这照片中Rain似乎变胖了 这是吃甜食吃的吧 不过见照的身材依然很迷人啊 佳南在白天的时候 竟有网友遇到了金泰西 原来此行事两人一起来到了香港 这是带着老婆去吃鸡仔去了吧 感觉两人这一前一后可以保持距离 走招 也是相当的低调了 照片中金泰西明显变胖了 腿也变粗了 打扮和巴黎岛度蜜月的时候一模一样 眼睛也是以前带过的Tom Ford吧 还带着话说 真是勤俭节约啊 而人脚上穿着拖鞋 夫妻俩还真是悠闲 幸福啊 吃鸡蛋在一瞬间感觉Rain私底下还是很清明的 更像是一个大男人 和路人还不停的打招呼 看样子来到中国后有老婆陪着心情很不错哟 从Rain的社交网站上经常看到Rain分享美食 这婚后两人就在家经常做饭去吧 看两人的身材 似乎都变胖了 感觉两人的感情好好 每一次Rain有活动时 几乎都能看到老婆金泰西的身影 而Rain也很疼爱老婆 淘金泰西换新 感觉金泰西真的很节约 衣服经常性穿好多次 连帽子小饰品都是反复的戴 和娱乐圈的女明星反差很大 这样贤惠之家过日子的女人 还真是让人喜欢 难怪Rain那么爱她 把她当女儿一样疼爱 活动结束后 两人也是单独离开的 真是低调啊 不知道下月十八月 金泰西是否还陪着老公一起飞香港呢 到时候不见不散纠 那将你的身份也认不得下来 第二位 一段时间 中心痛 三人最组完美